他不想 他不想 我可以跟你到手中了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想你给我干什么 我爸已经走了 我都在世修了 我都在世修了 那不是因为你爸 我也能死 你还有脸跟我提前 真的姐姐 我真的不知道 我都会干什么抓你 我叫你 今晚二十万 我什么都愿意做 这什么都可以 好 那你把你衣服脱了 什么 不愿意 所以我已经想要死了 你几个三人的女人 可比我那些小就难过 行 我不能做这块今晚做的事情 我不能 交易前 我们现在是在做交易 我提出了我的条件 看你要不要答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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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跟孟峰谈了这么久的恋爱 居然还是个处女呀 你现在睡也睡了 可以把钱给我了吧 可以呀 只要你跟他奔手就行了 附近晨 你不是说我只要陪你 一晚上就可以了吗 怎么 你不愿意 附近晨 到底要怎样才能给我钱 我妈现在躺在病床上还昏迷不醒了 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我求求你 放过我 放过你 那谁要来放过我 从今天开始 只要我想要 你必须随叫随到 附近晨 我不是小姐 江云雪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不是小姐是什么样 你要钱 我要你 这很公平 还有 我不喜欢跟别的男人共享用 否则 可别怪我会给你妈的旧命钱 阿风 我们分手吧 分手 为什么要分手 我哪里都不够好 告诉我 我可以去改的 没有 不是你的原因 我不爱你 江云雪 别人都说你帮上大款 变得贪污虚无 你是不是为了钱 要和我分手啊 是 我就是为了钱 什么都可以做 对不起阿风 我做不干净 是我背不上你的 好 江云雪 我告诉你 算我看错人了 是我要和你分手 不是你和我分 我就见着他 去他 见着他 傅前川 你怎么来了 江云雪 你 心灾痛也没有了 江云雪 我要你的心 跟我一样 今天晚上九点 上面的地址 是 是不是过了今晚 你就可以把钱给我了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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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别怕 我很快就会拿钱来救你的 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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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壤 最终的 老子早就想上来了 author 小婊子 初来卖了 还躲到什么躲 不要动我 我不是这样 就可以救妈妈了 啊 别动我 你觉得你怎么来了 别动 快点 江一雪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让你和我放门手 孙春 既然你这么不听话的话 就别怪我们客气了 把他带走 是 孙春 我求求你放过他 他是无辜的 脱衣服 不行 阿芳还在这 不要这样对我 江一雪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谈条件啊 我之前说过 让你随叫随到 你死不记得 可是我 你妈可还在 重症监护室里躺着 至于要怎么做 就看你他 好了 傅俊辰 别说了 不走 英雪 别答应他 我给你帮阿芋 一要废的你 别答应他 傅俊辰 你让他走 把他关卫生间里去 是 走 林雪 你千万别答应他 你不是答应他 我们就会认断一曲 还在等什么 乐风 对不起 我必须要救我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这里是二十万 你以后最后再关键吧 张义雪 你怎么这么贱呢 我真没想到 你这么不要人 傅俊辰刚没任何认识 你急着去勾引他 是吗 我没有 我没有 张义雪 你说你心意这一个人 当年我追求你那么长时间 都没有接受 那个人就是傅俊辰对吧 不是你 别人都说你爸是杀人犯 我看也是 他就是故意的 故意撞死傅威 可让你当傅太太对吧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你怎么能这么说 他就杀人犯 既然你如愿了 如愿爬上了傅俊辰的床上 我恭喜你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姐 我要和景深哥结婚了 你一定要来哦 你们 要结婚了 要不是薇薇 我早就死了 天选 薇薇希望你来 你到时候别忘记了 好 祝福你 行走 虽然小时候救他的人 并不是父辈 而是我 但是 看到他幸福的笑容 我就决定将所有的爱恋 都藏在心底 以后 所以祝福他 我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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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是 你说什么 我 我马上就过去 你别这样说嘛 你是我妈 怎么能叫连累我呢 你都要跑我下去 我们都要好好的 你 你 你身上怎么多 你身上也没有人欺负 没有人欺负我 没有人欺负我 你放心 你不要担心这些 钱的事 我会给你想办法啊 你就听医生的话 好养伤 妈 小孩子 你能想什么办法 不要 我 我已经退了一段 我都在这里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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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妈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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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手术的话 你先准备好五十万的手术费吧 五十万 说警察 我能不能再借我五十万 我想办法还给你的 你现在一无所有 你拿这边还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给我五十万 做什么都行 那 我不要 警察 警察 你才这么恨我 我 那是不是我死了 你這樣可以叫我媽 那 林雪是個不聽話的女兒 不要怪英雪 該說什麼你 懶著她 你為什麼要拉著我 那小林雪 沒有我的允許你憑什麼死 請告訴你 如果斷有下一次 小子你媽就沒力了 喂 什麼 副總不好了 公司出事了 要您回去一趟 在我回來之前 給我好好注意 如果我高興的話 說不定能把錢殺了 小姐你爸爸吃了 副總 小小姐讓這麼淋下去可能會出事 要不要 是 是 我怎麼在醫院啊 媽 媽 他 高低的人 是胖了吗 他昨晚就因为手术不一时去胜 你是他亲戚还是女人 他说什么 我妈死了 你是她女儿 怎么才来 昨晚你先半天找到人 我妈死去一直想见你最后一遍 在一起 你不在病床上躺你在這兒坐下 其實 是 都是因為你 要不是因為你我爸也不會死 都是因為你 要不是因為你我爸也不會死 要不是因為你 我也不會對不懂我爸最終 這小姐你誤會了誰是誰 雪安 江明徐 我是不是跟你臉了 傅清晨你不能讓我死 江明徐你爸欺負他 欺負我一條命 欺負你雙腿 到死都還在死 把他帶回去 是 再給我走 放開我 放開我 嗯 江明徐你 霍總 江小姐確定已經懷孕了 有可能 會不可能壞他的孩子 江明徐 你不想壞我的孩子 那你想壞誰的 孟峰的 沒錯 我就是不想壞你的孩子 我是你的妻子 孩子生下來怎麼辦 是他沒名沒分的當一個私生子嗎 江明徐 你就這麼喜歡孟峰 四季 其實你的心裏沒有我 那我又何必說出來自取其辱 江明徐 我不管妳喜歡誰 這個孩子 必須給我生下來 顧總 您昨天連招標會都沒有去 一到醫院就安排進行了手術 但可惜手術失敗了 這件事情 真的不用跟江小姐解釋一下嗎 解釋什麽 她心裏壓根正沒有這些東西 只有謀方 招標會的項目被誰拿走了 是顧家的顧大師 顧星澤 是 顧家這次盯上這塊地已經很久了 顧家這次盯上這塊地已經很久了 這次也是由備而來的 三個月前 龍城的那個項目也是被他們搶走的 要不是您正好出了車庫 要不是人根本來不到他們 三個月前 你知道 你去找九州監事的沿途 讓他來參加我和江議員的婚禮 婚禮? 您跟江小姐 您有什麽問題嗎 許還不敢 我這就去安排 你說什麽? 結婚 傅京城 你把我當什麽人 你害死我媽 我是絕對不可能嫁 你們之前 已經不可能了 江議員 你覺得自己有拒絕的拒絕 三天之後結婚 不配合的話 別怪我對他下人 你要對他做什麽? 你不要動他 他是無辜的 他何來都無辜? 江議員 你就那麽愛他 我 他的命就掌握在你的手裏 叔 你願不願意嫁給我? 我 不願意 媽 我 今天我就要嫁給傅京城了 為什麼 不願意是這個時候 呃 師傅你要開始了嗎? 我馬上就好 副總的未婚妻 剛去拿個雜人犯的女兒 就勾引副總上了位 真是標準 可不是 聽說她還是副總未婚妻的姐姐呢 她們一家 從小就拋棄了夫婚小姐 她爸為了錢 她是個壯色的夫婚小姐 她害得副總充水癱瘓 真是惡毒極致 這種人怎麽不去死 唉 就是 張英雪的爸媽遭報應全都死了 要是張英雪也死了就好了 副總 我們這位斯文的分配 希望不要影響我們基因 感激的感作 張英博 喂 不考 人已經控制了 好 我知道了 人後就交給你了 不要再活了 對 副總 身分愉快 這 我怎麼沒看到你的新鳥子 顧欣哲 我還沒玩過新鳥子 這雞皮悶熱玩起來一定很爽 放開我 老子 啊 臭婊子敢打老子 看老子不玩死呀 啊 啊 啊 救命啊 父親春 出事了 張小姐她 副總 我聽過你新娘這邊是有男朋友的 是不是你害怕新娘比她更好啊 不見了 你說話最好注意點 不用說 她要是能來自然會來的 還是我不願意來 難道我還找不到一個人跟我父親春結婚嗎 接下來我們有請新娘入茶 啊 怎麼是你 薇薇 金晨哥 我終於見到你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 不然聽到你要結婚的消息 還好我趕過來 你說過 會和我一生一世的 你怎麼會去姐姐呢 我確實這麼說過 可是 怎麼會這樣 那你差了 你要是不想娶我你就告訴我 為什麼要這樣推火 張宜萱 你看她的婚紗都破了 不會是跟男人亂搞去了 今天可是 副總和她結婚的人 她拿著刀 不會是殺人的吧 她爸就是個殺人犯 她拍下來 副總要是真的娶了她做副太太 說了事就完蛋了 江宜萱 你就這麼不想跟我結婚嗎 張宜萱 知道我費了多大劲才走到這兒的嗎 你知不知道我和你付出了多少 我不管你在發什麼風 今天是什麼日子 還不給我滾下去 傑宜萱 這輩子做的最錯的事情 就是愛上你 愛上我滾 李警察 你知不知道 我已經沒有退路 江宜萱 你拿到做什麼 李警察 我殺人了 我吃個殺人犯 江宜萱 你就這麼不願意嫁給我 你願意去死嗎 我沒有 江宜萱 不用再這麼假信心的了 我告訴你江宜萱 就算你死了 我也會帶著你的骨灰 參加完這個婚禮 傅宜萱 我不要這樣 江宜萱 同樣的話 我想再說第二遍 江宜萱 蔡宜萱 副總 新娘準備室裡沒有發現屍體 但確實流下了血 監控呢 只有 監控裡發現 孟峰一個人進了新娘準備室 過了一陣 江小姐才從裡面出來 好 很好 好 我太好了 江宜萱 你吸引得可真好啊 我差點就被你給騙了 你現在說什麼 你跟我結婚的時候還敢跟孟峰鬼婚 你還要不要點臉啊 難怪我給錢你就願意跟我睡 你現在說什麼 我今天 月兒就沒有見到孟峰 你還想抓到什麼時候 江宜萱 我真是給你臉了 好 姐姐 醒了嗎 姐姐 這是我包的雞湯 你現在懷生孕 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謝謝你的命令 姐姐你是說 和孟峰哥結婚的事情嗎 景峰哥已經給我解釋過了 說等你的孩子生下來做離婚 有婚 我知道 景峰哥是因為我車禍的事情太難過了 正才想找個人替代我 我知道 你還是愛我的 對嗎 是啊 對他來說 我不過是無聊寂寞式的一個替代品吧 瑞瑞 我把這個孩子生下來 你就把他還給我 江宜萱 你想還就還 你欠我的你拿什麼還 我知道我爸 看你雙腿癱痪 我會想辦法償悔 償悔 你知道別人說我是嗎 別人說我是個瘸子 江宜萱 你就給我老老實實待在這兒 請 這輩子都忘記 我們走 姐姐 這雞腿成春樂花了 你這是做什麼 江宜萱 傅景琛已經走了 你還裝什麼裝 沒錯 就是我派人綁架的 沒想到你為了嫁給傅景琛 連命都可以給你 傅恩 果然是你呀 是啊 江宜萱 我告訴你 小時候我能點替你成為傅家的養女 現在我就能點替你成為傅家的養女 現在我就能點替你成為傅家的養女 啊 啊 姐姐我真的不喜歡我 但是你怎麼能這麼對我 這個計號我熬了快幾個小時 你在幹什麼父輩 我 我沒有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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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晨哥 對不起 都是妹妹的錯 我沒想到姐姐會這麼不喜歡我 我還是走算了 不是我幹的 傅景琛是他自己逃的 他怎麼會無緣無故摔倒在這 你真是一個謊話連片啊 金晨哥 都是妹妹的錯 你千萬不要為姐姐 是我不該 畢竟姐姐才是你的妻子 金晨哥 我就不應該在這兒 以後別說這種話 嗯 妹妹自聽哥哥的了 妹妹自喜歡金晨哥 金晨哥也自喜歡妹妹是不是他 江映雪啊江映雪 他們兩個才是一對 你不過是個殺人犯的女兒罷了 傅景哲 不管你相不相信 反正我沒有推他 那你什麼意思 哦 金晨哥 我的手好疼啊 這個我會留疤吧 放心 我會給你找最好的醫生 保證你乾乾淨淨 不會留疤的 好一個乾乾淨淨 江映雪 你這又是什麼意思啊 你以為人人都跟你一樣 昂子 為了錢什麼都做得出來啊 沒錯 我就是為了錢 什麼事情都願意做 可是你給我錢了 我媽不還是死了 金晨 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反正就是你害死 你不知道真相的事情 就不要亂說話 這今晚能放送給你 你要看哪個腿不威 就不要亂說話 你 副總 不好吧 您快看今天的新聞 怎麼了 新聞上說 副市總裁的太太是生人犯 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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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新聞您看了過嗎 副總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抱歉副總 現在全程都是您夫人 四個殺了犯的新聞 相比一下 故事的負面新聞明顯少很多啊 副市總裁 做生意歸在誠心 如果我能向您證明 江宁雪沒有殺人 您是否會繼續同意跟故事的合作 副總 你不用向我證明任何事 您需要的是要購買 市集成的潛在客戶解釋 只要他們相信 我自然會相信 副總 姓嚴的明顯是給咱找麻煩 咱們怎麼可能找信息成的客戶 一個一個的去解釋 她就是想跟咱們解約和故事合作 還在這找什麼理由 呸 許晗 召開記者發布會 是好的不懂 您要在發布會上宣布什麼 跟江宁雪離婚 什麼 離婚 您真的要跟江小姐離婚啊 現在全程都說江小姐是個殺人兇手 您這時候跟她離婚 許晗 這不是你該做新的事情 讓 Orland 說 這 Bit 我該讓一下 你想想想說 看 不思議 那裡 诶 听说副总新太太是个杀人犯 我也听说了 但是好像还没定论 哟 她早就进监狱了 你知道什么 她爸就是个杀人犯 她爸还开车把副总给撞瘫痪了 她肯定杀人了 是不是现在没有证据 你们在胡说什么 我爸不是杀人犯 没有杀人 夫人 我们说出来什么 是招式的问题吧 我们还有副要干 就跟你说话来 敬辰哥 尝尝这个 他为什么带着结婚钻戒 怎么样 好吃吗 顾敬辰 你非要这样羞辱我吗 姐姐 你怎么下来了 你的戒指 你是说这门结婚钻戒吗 我看着很好看 敬辰哥说先让我戴着 你千万别生气 我现在又站下来给你 不用了 薇薇 这枚戒指就当送给你 傅敬辰 你认真的吗 这是我们的结婚钻戒 你都没有给我 你现在给傅薇 不就是一枚戒指吗 你想要的话我再给你买一笔就行了 确实 一枚戒指而已 你不用送给我了 我自己也有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又把孟峰的戒指捡回来了 江明雪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不是他的 还有怎样 傅琴辰 你有真的把我当过你的妻子吗 把戒指交出来 我要是不能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来人 把太太关房间里去 你没有我的允许 不允许可见日子 清晨你别怪怪我 放开我 放开 姐哥哥 这篇信都是应该跟那个董事的 拿起来吧 什么 那枚戒指不是按照我的尺寸不作 你应该很清醒 啊 还真是 放个角度就能拿下来了 走 江映雪 你还和以前一样 实惠爱我的事 我要是不弄死你 我就不叫死你 喂 我想好了 就照你说的办 嗯 啊 啊 啊 我喝多少 啊 啊 啊 好多可怜啊 真可惜 副总的微微感给人外出电 还是看不到你的 惨战号 啊 啊 去个路电车说一下 我这是行啊 我真的需要去医院 滚开吧 你 吴京春 你果然还是忘了 可是你送给我的戒指啊 哈哈 小姐您看一下这一块 这个太错了 我想看看别的 好 那都听你的 把你们店里 最贵的这里拿出来 稍等我 小姐 您看一下这一款 金峰哥 这个好看 小姐 我帮你装起来吧 不用了 我买不起 您说笑了 傅先生说 只要是您喜欢的 都属于您 那麻烦您帮我 包起来吧 谢谢 好的 对他来说 我或许只是个顺带的 但即便这样 也足够成为 我一辈子的回应 你的恋事 要承受 不能睡过去 你还能 顾总 顾总 这是好兴致 刚丢了试剂城的项目 还有心思来敷衍 顾星泽 试剂城的项目 你说了可不算 原来你从一开始的目标 就是龙老爷子 我说过了 你说了不算 你这小子 结婚的不请我 太不仗义了吧 是景城考虑不周 日后请您来家里 把鹰学介绍给你 景城 听说你 试剂城的项目出了点事 要不要老头子 帮你出面看看呢 妥协了 这件事 确实出了点问题 景城啊 你要是有疑事 咱们下次再聊吧 我们继续 不用在意 夫人 副总怎么说呀 他 把我电话挂了 这可怎么办呀 夫人已经出现了 流产的症状 没有副总的允许 我们谁也不敢做决定呀 你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必须马上做流产手术 医生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吗 可以先用药 但是有很大的风险 很可能危机产妇的生命 没事 我愿意用药 夫人 你的病 真的不要告诉副总吗 还连我的电话都不想接 算了 姜应学 你还真是贱 为了针出什么手都能用什么 之前你想方设法爬上不解症的床 现在又开始装病 你以为你这样 紧身后就会理你了吗 成宠 我之前就答应过你 生下这个孩子 我就跟他离婚 我不像你 我说法算数 你 你 你好 不好意思啊姐姐 你的药 现在在地上呢 夫人 你 这个怎么办呢 夫人 你怎么样 我去帮你找副总 我去找 可是这个药 你每天都是要吃的呀 你总不能解地上的药吃吧 我们一起去找副总 他一定会带你去看病的 江沐雪 你的眼睛可真好 你不是要吃药吗 吃吧 江沐雪 你看看你的样子 简直跟条狗一样 他 啊 你在干什么 姐姐 你怎么了 怎么摔下来了 就算你都喜欢给锦身哥的孩子 可你也不能这样啊 毕竟孩子是恶不孤的呀 你在胡说什么 谁让你出来 是你 是我自己出来 跟别人没有关系 我 还没给我滚回房间去 我已经添你的话了 你不要再为难他了 你干什么 傅建成 别动 你生病了 哪里生病了 一点小病 就无劳副总 你费心了 江沐雪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是 我恶心 只有复威才是 您心中的白月光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非要把我 关在你的身边 青春 我看你才有名 江沐雪 你敢骂我 你 站起来 脱衣服 傅建成 怀孕了 那又怎么样 那是我的孩子 我想让他生就生 我想让他死就死了 我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做的 你别想再逼我了 虽然你妈已经死了 但是他是不是恐惠还在这儿呢 还有外边那个网吗 他的命 别长不在你的手里 张沐雪 我有千百种方法来对付 至于要怎么做 你继续 闪 还有的闪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准备冒他出去 是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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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不会再有了 生了这个孩子 我就跟他离婚 以后也不会再要孩子了 蒋小姐 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孩子爸爸不在意的话 你 你会很辛苦的 没事的 这么多年 我自己一个人也挺过来了 我不怕死 只是怕 这个孩子 还没看到这个世界 就离开人世 孩子 妈妈一定会想爸爸让你活下来的 是用妈妈的命 夫人 你还好吗 好吗 你是怎么有药似的 我是从许祖里的 乔乔拿来的 这是沈医生给你的药 谢谢妈妈 听沈医生说 吃这个药很难过的 今天厨房做了小蛋糕 我去给你拿一个 哎 不用了 王妈 王妈 已经查清楚了 夫人结婚那天 被人绑架了 她捅了歹头一刀 没人并没有死 马上发布 我要跟他 副总 您真的因为杀人犯的谣言 要跟江小姐离婚吗 可是他并没有杀人啊 谁 我发布离婚消息 也只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财 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他 你也让他胡思乱想 是 副总 叫他姐母亲的遗言 真的不能告诉他 您第一时间就安排手术了 跟他说这些做什么呀 他本来就恨我入骨 我会相信我的 而且他怀孕了 本来心情就不好 跟他说这些 他更想不信了 江医学 你大半夜 都不睡觉在这看什么 我简直 你答应我 不会让这个孩子没有名分的 是又怎么样 你想干什么 那你会发誓 我招你不会骗了 我凭什么跟你发誓 是 我没有资 那是什么药啊 没什么 没声索 傅建成 你为什么要骗我 傅建成 你干什么 我给你换了新的维生醋 也不需要吃这个 我不是 你凭什么乱弄我的药 还给我 怎么 难道 你还想偷偷吃药打开不着 傅锦琛 你凭什么这么说 怎么 我说错了 杨凯琛 你是我傅锦琛的妻子 你给我记清楚 傅锦琛 把这个药给我扔了 有对扔了 是的 是的 先生 你为什么要注意这一块 陈医生 怎么能再给我开一盒了 我不小心弄掉了 让我告诉傅景臣 站住 这是父亲 什么 我是你们傅太太的主治医生 过来给她送药的 你是姜英雪的医生 对 请问你是 我是她妹妹 亲妹妹 你把药给我吧 我转嫁给她 好 那麻烦你了 慢走 姜英雪 这一次 我一定会让你彻底完蛋 哼 景臣哥 要不是我发现了 姐姐她就把这药给吃了 是怎么有这个药的 沈医生亲自送的呀 姐姐 你还真是有魅力 能劳烦沈医生亲自送药过来 姜英雪 你就这么狠毒 这么不想要这个孩子吗 不是对 景臣 这个药其实是保胎的 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实话 把人带上来 你来告诉她 这到底是什么药 王马 不用害怕 你把实话说出来就好了 不想家里人有事 就让我告诉她说 我说 是夫人自己晕倒了 我们把她送到医院 是夫人自己找沈医生 开着流产药 你再胡说什么 你明明知道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她还说 她还说什么了 她还说 她死了那幼儿的孩子 姜英雪 没有 不是这样的 姜英雪 我没有 你这个杀人犯 你连我们的孩子都要杀 姜英雪 你为什么要松手啊 你既然这样会相信我 你不如刚才杀我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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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回事 他就是你就是有個妻子嗎 對啊 老大爺子 起春哥怎麼會成這種女人 他不就是我叫一個幼兒而已 這是這樣嗎 沒錯 他絕對不過是個傭人而已 一個傭人 他不是這個做什麼 傭人現眼的東西 是 我這一輩子只會得一條魚 這怎麼回事 傅先生 你妻子的身體狀況非常差 必須要纏著這個孩子 要不然他會有什麼樣的避險 不要 傅先生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知不知道這樣下去他會死的 他死了又怎麼樣 他是生是死 就不找你來吧 傅先生 你怎麼能這麼對他 他也是個人啊 神醫生 謝謝你 好聽 但是 我也不想做這個手術 我想當孩子的爸爸 江宇居 你可真不了人呀 都這個時候了還在想著狗隱來 你在說什麼 你不是沈醫生這件事清清白白的 徐晗 帶他走 是 姐姐 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難道你忘記孟風哥了 讓你見一個愛人 胡說八道什麼 我可沒有胡說 之前就是這位沈醫生親自給你送料 要說你倆什麼時候沒有 多疑心 是你給他所有 是我又怎麼樣 好 很好 江陵血 要幹 真是你 你知不知道他每天吃那些藥多痛苦 還不都是為了 你 你放下 你說什麼 我說 我們離婚吧 不是早就想跟我離婚嗎 我只是把你的心裡話說出來的好聽 江陵血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我叫陳 心自問 你這麼做不就是想折磨我嗎 你成功了 不想跟你結婚了 我們離婚了 你這個孩子 我自己養 夫人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的 你問我 你跟他說那麼多幹什麼 可是不走 江陵血 你真的以為我為了一個 那你就跟我離婚了 為什麼非要綁著我呀 你愛的人不是不為嗎 那現在就在你身邊 別胡說八道 江陵血 你還真是不要臉 如果不是你 景晨哥早就跟我結婚了 他怎麼可能喜歡你個殺人犯 是 他喜歡的人是你 我只是個殺人犯 那你怎麼不亂 為什麼 我可可不離婚了你 你 不要查了 許晗 把他帶回去 不行 他現在身體狀況很差 必須住院觀察 你這樣會害死他的 他的命是我的 是生是死由我決定 帶他走 好 有什麼好反省吧 福建成 你幫我出去 你幫我給我 我都在 福建成 我求求你了 你幫我給我 景晨哥 未來一個人是 好孤單 我聽到你說的 以後不要聽了 他不會在這個腦袋說 不 我 我 你 轉 你 你 他 你 我 你 他穿不住了 再這樣下去 孩子會死 張宇軒不是你想要的小孩子 你現在還在這裝什麼裝 這是什麼 到現在還要這麼瘋給你的笑話 你把它放開我 我大快給你喝了酒下給你會不會死 快點 快點 傅清晨 什麼叫做 傅先生 您夫人的情況現在很危險 必須馬上立刻給他作出傳手術 需要您簽下這個病名通知書 我不會簽 他就算是死了 這個孩子也必須生產 清晨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什麼 他為了保護這個孩子每天都會痛得暈過去 再這麼下去他真的會死 會死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孩子 其實媽媽耗盡了什麼 喲 什麼 竟然是你 我告訴他 傅景晨要參加龍城的一個競標 只要他製造一場小車禍阻止了傅景晨就行 他剛開始還不願意 但是我給他二十萬 正好咱們把手術也是這個價 馬上就答應 無畏 你也是爸媽的孩子 你怎麼就這麼狠心 狠心 他們那樣的窮鬼 死了就死了唄 有誰會在我 要去告訴傅景晨 你才是背後的主謀 是你害死了嗎 是你害得他雙腿瘫痪 林晨 這活不是我爸幹的 是福威 全是他 我早就知道了 師父 你說什麼 你早就知道是福威安排 是又怎麼樣 你爸勒索威威 所以威威才知道了這起車禍 爸為了錢不擇手段 他死也是活該 陸景晨 直到因為這場車禍 我爸走了 我媽也走了 我還被別人說是殺人犯的女兒 他又怎麼樣呢 你爸為了錢能殺人 為了才能出賣身體 你們全家都一樣的見譯 陸景晨 你不要這麼說 我爸媽都是好人 他們都是最好的人 江一璇 我給你臉了你敢這麼說話 夫人 你先冷靜點 我怎麼說的都是氣話 我簡直 我是想知道我愛的是誰 鄧中心 我愛老婆 我愛的是一生 更不愛你 江一璇 你最好想清楚要再說嗎 怎麼 你不願意聽 我偏要說 我愛的那個人 他溫柔 天天 他從來不會打我 欺負你 那個戒指就是他送給我 他比你好一千倍 一萬倍 你住口 傅清纯 再见了 雪岸 不用追他 不懂 你确定我 就他那个破烂身体 还能跑多远 等他哭够了 自然会回来 医生太精彩了 副总 副总 雪岸 雪人跳楼了 你去找姜云雪 来咱俩问候 副总 你妈就是夫人 雪岸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吗 让你去找姜云雪 这个姜云雪又爬那儿去了 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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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死了他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 被他生这个孩子 不是我多少 他没听清理去叫我多痛苦 你知道吗 他全部都忍不下来 他是绝望让我极致 才会从罗上跳下来 全部都是因为你 陈医生 这是你的错子 副总 到这个时候 你还不敢承认是吗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死的 是你害死了他 是你把他逼得 自己从罗上跳下来 是你害死了他 是你害死了你们的孩子 是你牵手杀他 副总 不好了 公司出事了 喂 什么 副总刚刚过世 我再说一遍 滚 江一雪 你为什么就这么确凶 你知道我不是真的想和你离活的 你就不能再等一等 你看 你救过他 我不想和你救过他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我带了个人过来 出来吧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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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她是无辜的 是我骗了夫人 夫人还对我那么好 你打死我吧 都怪我 你什么意思 是夫人小姐 危险我的家人 让我谎称 夫人吃的是流产药 记住夫人那个钥匙 你的钥匙爆胎的啊 夫人 当初她是真的想和你 是你的不幸 把她推向了死 现在跟你说的 你还有什么用 上一个人 能起的人是不明白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最爱的那个人 傅景珍 你真是没救 我 沈玉安 得罪了 沈玉安 他不是有一个 挺喜欢的家伙吗 为什么他走了这么久 那家伙都没来看他 傅景珍啊 你真是不可领域 你不可说 那我有的是办法知道 我就不明白了 江月雪都死了这么久了 你干嘛非得要找那个人出来 让他好好安息不好吗 我只是想 他那么爱的一个家伙 或许希望你家伙能来看看自己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 那你就去把他丢掉的那枚戒指找回来吧 如果你能找回来 他最珍惜的那枚戒指 自然就会知道 他最爱的人是谁 傅景珍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好和珍惜吧 颜子好合作愉快 顾总年少有为手段高超 还藏了这么多一个人腕 外部的傅景珍斗不过你啊 颜子你真不设想 都是傅景珍自己眼下 看不到我的好 那就怪不得我了 来 做我们世纪车项目和微微微 许晗 你走吧 我自己找就可以了 傅总 您身体不方便 还是让我们来找 许晗 我说话你听不到吧 我是瞎了还是群了 我自己有手 我自己能不能够快找了 走啊 许民主 要在这么大的地方 找一枚小小的戒指 这不等于大海捞针吗 傅总又不让我们帮忙 这怎么找得到啊 不如怎么说就怎么做 不是你该问的 那要找不到怎么办 可能 他会一直找下去吧 傅总 傅总 滚 不过滚 我不知道 你哪怕就这么大我 都可以 可是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夏英雪 我知道就很想老婆 就这么哭了 好想 你怀了 喂 妹妹 你现在怀着孕呢 要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我在干嘛 我呀 在看一个傻子找借势 你的意思是 想把我们家医院美下来的 请老爷子成全 我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在医院丢了 我想把他 行不行了 云晨谁不知道 富士集团副总 把一枚戒指丢了 大家都在说 哪个女孩要找到这枚戒指 就能成为 父总的性妻子 我的妻子 从来就只有一个人 你对妻子 倒是很深情啊 是医院嘛 不是我愿给你 而且我已经把他留给了我的孙女 所以啊 这件事可能等他回来再说 您的孙女 是啊 他非要给我过八十段的寿 到时候 你也来吧 正好 介绍你们认识认识 龙老爷子早年丧子 他不可能有什么孙子在你 你去查一查这个龙女要的来历 是 我 秦诚哥 你快去银行问问 他们今天把我的卡都停了 是我让人听的 秦诚哥 你怎么能这样 我今天跟朋友去吃下午茶的时候 父长的时候都丢死人了 你自己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 怎么会 你自己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 怎么会 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 秦诚哥 我跟那个男明星只是娃娃而已 你千万不要听他们乱说 你跟男明星娃娃我不在乎 但是你最好别花我父家的情 傅景辰 要不是你天天想着那个姜云雪 我至于这样吗 他都死了多久了 你每天不是对着他的一相看 就是出去找什么戒指 你们一开始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他不会是个小子 本来就是 未婚妻 你自导自演的这场车祸 是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你知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还有脸在这里叫小 秦诚哥 你别生气 都是微微的错 你就原谅我吗 现在实际城那个项目的开发权 你已经拿回来了 你都赚了那么多的钱了 你就分给我一点吗 我好歹也是父家的孩子呀 我现在要不是念在你在父家长大 你不可能活着站在这 皇妈 把他带下去 快走 我就走了 秦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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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今天怎么这么生气 还不都是因为你 你跟我说市集成这个项目万无一失 结果还是被傅锦琛想而委屈 夫妮你又忘了 当初是你把市集成的项目术偷出 要是被傅锦琛知道 你 下什么好奇 顾大圣 你别这么小气嘛 我也是 意识心急了 招什么急 他父亲却不过是个死穴子 我想要弄死他的方法给我吃 这是 龙老爷子八十说来的请帖 这表面上是龙老爷子过八十大圣 实际上 是为他的孙女龙五两则序 什么 龙老爷子的而死而嫌 不是早就死了吗 哪来的什么孙女 你管这么多做什么 你只要知道 龙老爷子已经立下遗嘱 在他死后 所有都在拆穿 人都不留着龙女羊就行 这么说来 顾大圣要是能娶到龙女羊 还真要恭喜你 到时候整个龙家都是你的 还在乎什么份考虑什么父亲 我的就是 你 夫人父亲当年开的那辆车 确实被人动过手脚 至于幕后黑手我们还在调查 他们一家都是很好的人 我怎么会怀疑他父亲 真的实际上是害我 喂 小老套 我问你 难怪你 你也认识 你也要带在我身边 副总 明天是他妈妈的忌日 退掉公司所有的事情 我要去看阿姨 阿姨 我答应你要好好照顾英雄 抱歉 我没能做到 副总 江小姐的母亲手术失败 医生说 说什么 说让家属去见最后一面 先生 先生 江林雪的身体不舒服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就行 陆先生 若是因为我这个骗子 保留了他们的私人俩 我亲到那些好人 在这一幕后 我们要照顾一家英雄 你们一家人把我害成这个样子 还想让我照顾江英雄 什么 江大 对不起你 我 我 应该是可以当你 我做的 他英雄 他是无辜的 你不知道 他是个很好的孩子 好 我可以帮你照顾他 但是后果怎么样 我就不能保障了 回了 陆先生 谢谢你 我也能安心的 会一遍 陆总 您已经尽力了 你冒着那么大的压力跟夫人结婚 还知道 你其实很想把夫人照顾好 他 可能有什么 我背了那么大声音 的结婚 他全没什么 谁 怎么是你 这么巧 我有一个亲戚送在这 我过来上出香酒所 你归为沈家的大公子 家里的亲戚恢复奇怪 怎么会有亲戚埋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其实是我表妹的忙 那他怎么没来 这就跟你没关系了吧 大家都说 副总是申请职人 夫人去吃这么久 身边也没有其他女子 怎么 这是突然想疯了 陈月 有些玩笑 我劝你只好不要乱看 是吧 我走 嘿 他已经走了 他已经走了 可以出来了 陈月 真的不打算跟他见面了 不 我跟他 想要看 不论你做什么 哥 谢谢你啊 最近救了我 要不然 我跟孩子 可能就 说这些 走吧 喂 什么 患者大出去 好 我现在过去啊 严雪 医院里还有事 我得先走了 行 我让你先去 好 姜严雪 真的是你 你问错了吗 姜严雪 你 你居然还活着 我居然还活着 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我死了更好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姓雪别闹了 跟我回家 傅景臣 是不是弄错什么了 你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现在一句道歉就算了 你说什么 我们孩子死了 没错 都是因为你 是你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我将颜雪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你回去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颜雪 你要去哪 我 雪晗 去查查那辆车的来里 小姐今天怎么样 小姐少爷喂过奶了 今天有宾客 老爷真像宾客们炫耀小少爷呢 老爷总是这样 去看看 你怎么在这儿 傅景臣 你怎么在这儿 姜颖雪 女儿 来来来快坐快坐 女儿 我去对你说过 你在傅家做过女佣是吧 是 我是做过傅总的女佣 但是我总是笨手笨脚的 老惹傅总不高兴 杭老爷子你误会了 其实姜颖雪是我妻子 你是紧张的妻子 怎么可能 副总当年亲口承认我是您的女佣了 还有我现在不叫姜颖雪 叫陵玉秧 抱歉 还真像不是 很孙子 多可爱呀 小妈妈吧 胖嘟嘟嘟的 是真的很可爱 不过看她的样子 应该还不满一周岁吧 怎么说你眼光好呢 陵阳刚吃下这孩子 没多久 你是你年过去急的婚了 应该有孩子了吧 据我所知 应该是有的吧 爷爷 我现在抱孩子去问 好好好 你妈妈先来 据我所知 副总的妻子早在一年请就去世了 没有孩子也算正常吧 哎 是真的 这事过去一年多了 也应该走出来了 我都想谈识了 是爱 就都跟着 副总 爷爷今天不在家 麻烦您不要有事没事就往这跑了 我很烦 我不是来的吧爷爷 这个 谢谢 但是我不需要 副总这 无疑 把他扔了 傅景晨 这下你可以走了吧 龙小姐 我们副总今天为了看你可是退了公司所有的事情 你连门都不让我们进去 这位妹也太伤人了吧 伤人 顿起伤人 还是你们副总伤人 许晗 这件事我有不开心 我很快的 到明天再来 无疑 明天不许让傅景晨踏酒来办 哦不 以后的每一天 都不准让他们进 我们去看看 是 小姐我在给小姐喂奶 不知道为什么小姐都发挥了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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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哭得不太对劲啊 明雪 送孩子去医院了 谁让你进来的 现在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 安排医生送孩子去医院 我的副总我马上就安排 谢谢 可静晨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的 孩子白血病 需要找合适的骨髓移植 但 进行成功的概率比较小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怎么会这样 小姐她还那么小 怎么会得白血病呢 生病是不分年龄大小的 你们是孩子的父母吗 啊 我是她妈妈 我是孩子爸爸 父母的骨髓可以移植 啊没错 我是她妈妈 肯定能成功的 起属飞行的成功概率 就是比较大 你们先去做了 为什么 别担心 我会让孩子活下去的 麻烦不错 如果你跟小姐的匹配成功 我们农家会报答 小女婿 那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说这种话 为什么不合适 很抱歉 你们两个都不合适 怎么可能我们都不合适 那怎么办 小姐怎么办 我还是 薛涵 在全国范围内 找合适配信 是 情况我都知道了 你们两个还年轻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医生 你跟我说 我什么都可以做 你们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虽然 父母的配型不合适 但你们生下来的孩子 配型合适的概率会很大 生什么孩子 不行 我不讨厌 陆雪 你现在身体本身就不是宝宝院 你上次那么学习你忘了吗 你查一下他出去死了 什么 贾逸雪 你别胡闹 关于孩子的事我们不要着急 配型会找到的 慢慢来 副总 全查遍了 没有找到跟小姐少爷合适的骨髓配型 再去黑市上问 是 副总 夫人过来 贾逸雪 江云雪 你到底在做什么 下这么大队 你不知道打伞吗 副总 你缺什么 什么意思 我可以给你钱 当然 你可别不需要这个东西 或者 你需要什么 我可以给你一座城的开发券 生一个哥哥生个孩子 叶雪 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姐的身体 但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 依你现在的身体 根本生不了孩子 你会 贾逸 你还要拒绝我 放心 快出去 贾逸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你动不了 你只能听我的 贾逸雪 你别逼我 我逼你又怎样 贾逸 知道你可以 不是个孩子 许晗 今天晚上送我去医院 是 是 江云雪 你别欺人太甚 今天晚上 等我回来继续 贾逸雪 好了 就在这分开了 免得被人看到你不好 顾少这么快就开始和别的女人撇情关系 看来你很想成为龙家的女婿 整个云城所有的单身汉事 不想做龙家的女婿 怕这份顾锦春也坐不住 顾锦春心里只有那个死人老婆 不可能参加宴会 她不来最好 但龙羽羊就一定是我的人 不过是个任养的孙女 我倒要看看 这个龙羽羊有什么能 应许 应许 你的身体真的不是恶怀愿 上一次已经那么凶响 再来一次你真的会死的 你别说了哥 小锦是我十月后才好不容易生下来的 我不可能就看着她这么离开的 她是我的命根子 你知道吗 应许 小锦你之前 我也很难过 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去死啊 哎行了可以别说了 不已经决定了 生孩子可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 傅景春难道也同意啊 我一个人能决定 你知道她一个 谁说不需要我可以 给你 我现在就被告 不怕 应许 我不同意你生孩子 傅景春 你还是这么冷心 当年死都要让我生下这个孩子的人是谁 难道不是你吗 对不起应许 我当年不该说你样的话 但是让你冒险去生下这个孩子 这是凭上你的心灵去做的事情 我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 你要眼睁睁看着小锦去死吗 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呀 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傅景春 好在我离开了你 你可不配做小锦的办法 哎呦 这里这么热闹吗 爷爷 你怎么来了 我招你半天 你和你哥躲在这 锦春也来了 你们聊什么呢 好 没什么爷爷 今天是年八十大上 咱们就 不了点情不开心的事 好好好 听你的 今天 来了很多青年才俊 你跟爷爷过去看看 爷爷要挑一个最好的 做咱家的孙女婿 怎样 嗯 那 哦 哈哈哈哈 各位贵宾 今天是龙老爷子八十大寿 我们有请周雄雄我们讲两句 谢谢大家 来碰我老头子的厂老头子都八十岁了以后云尘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了 今天呢 我有件事要宣布 姜应学 你 你不是死了吗 我喂 你来的正好 你害死爸妈的事 我还没让你算账 姜应学 我不知道你采用什么手段骗过了傅景臣 不过就凭你 还想跟我算账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 你什么意思 今天可是龙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他要在寿宴上宣布自己的孙女龙与杨小姐 做自己的继承人 你要是敢毁了这场宴会 傅景臣也活不住 傅位 知道我是谁吗 你 不过是一个苟然残蠢 差点活不下来的死人 师傅你知道我是谁 你一定会后悔你说的这句话 姜应学啊 你不过是个臭司机的女儿 你死了之后 景臣哥不照样活得好好的 我告诉你 你死了 景臣哥他一点也不能活 他还说等你过了几日 就娶我你 你说什么 他真的要娶你 姜应学 你认清现实 你没死的时候 景臣哥就要把你的结婚 钻戒送给我 你说他到底最爱谁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你可以滚了 你可真能开玩笑叫应学 傅位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你一个臭司机的女儿 也来敢跟我叫醒 这里可是龙家的场地 还让我滚 我看该过的人是你吧 别赃了龙家的地 蹭了龙家的地 你最好记住你现在说的话 江应学 我就让你看看 我到底会不会后悔 你干什么 这可是手蛋 我当然知道这是手蛋 江应学 怪只怪你不会假在尾巴灰溜溜的做人 非要到我面前来爱你 啊 干什么 干什么 姐姐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救命啊 打人啊 我没有打你 关一个 跟大家介绍我的孙女 龙女鸭 关一个 宁雪 这怎么了 沈医生 帮我劝劝姐姐 让她不要杀我 我知道她恨我 确劝你劝劝她吧 你说什么呢 我碰都没有碰你 宁雪 今天是爷爷的手蛋 你有什么委屈 可我吓死 保证听你说 沈宇安 我说了我没有碰她 好好 我相信你 但是 今天真的不能再胡闹了 不然到回街会生气了 我没有胡闹 沈宇安 你永远相信一个外人吗 姐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知道是我错在先 你恨我也是应该的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不行的话 你干脆杀了我好了 你先起来 也许没有怪你的意思 说什么呢 宁雪 我知道你发现 受了很多委屈 但是 她也挺可怜的 她这是在演戏 宁雪 你能不能懂事一点 不管他是真是假 今天是爷爷的受弹 他等会要跟所有人介绍你 你难道希望所有人 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什么样子 杀人犯的样子吗 看来我们用龙与江小姐比较害羞呀 我们再次掌声鼓励 有请龙与江小姐 宁雪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只是希望你能稍微冷静一点 你过来 你看着他吧 毕竟是我打了他 还是我威胁到了他的生命呢 宁雪 你非要这么不讲道理是吗 宁雪 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吵架 我知道 都是我的错 姐姐 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想你的东西了 以后你给我什么我就用什么 姐姐 你就不要生我的气了好不好 宁雪 你讲讲道理啊 我讲道理 宁雪 你的意思是 我今天必须要原谅他吗 如果我不原谅他 就是我不懂事了是吧 你不要再胡闹了好吗 宁雪 你凭什么说他胡闹 傅景晨 沈渊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妻子 副卫 还不站起来 请晨哥 你怎么会在这 怎么 你很意外 他为什么看到江云雪一点也不惊讶 难道他早就知道江云雪还活着了 你别动我 我自己起来 他 别再闹了 你给爷丢脸 我知道 傅伟 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 现在就告诉 我们再次掌声鼓励 有请龙女杨小姐 我 想想想想 我 你这个贱人绝不可能是龙女杨 怎么了 妩威 不裝了 這麼多人都看著呢 這不是有副總的妹妹嗎 怎麼長得像個破壞的樣子 就是啊也看來這什麼場合 我家鄉出來多一個沒掉養的東西 不是他 總是因為你 打死你這個殺人犯 我打死你喂 你敢打我妹放肆 副小姐 你對我寶貴僧女有什麼意見 不是的龍老爺子 您知道 這個江易雪到底是什麼人嗎 副威 今天是龍老爺的獸蛋 不要在這裡說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哼 怎麼 江易雪你心虛了 龍老爺子讓我告訴你 副威 不要再說了 龍老爺子 您這位寶貝孫女 真名在江易雪 她就是個殺人犯 她爸差點害死我和景深君 她還在結婚的時候 紋身是血 拿著刀子殺人 當時所有人都看到了 這位龍小姐確實有個變熟啊 跟副總之前的妻子 長得真是太像了 這麼像簡直就是一個人 之前江易雪殺人的消息 到處都是 那伊德維隊跳龍呢 就是啊 龍老爺子怎麼認識這麼一個人做生意 真的是他太不了了了吧 江易雪 一年前我能讓你身敗努力 現在我照樣可 你等著啊 你就看看你這個殺人犯 還怎麼做龍家的大行徒 我問 你真是不妙可救 你別問 龍老爺子 你可千萬不要被他蒙騙了呀 誰告訴你的 我不知道這些 這是什麼 別本打算 等收担過完以後再說這事 現在看來 還是得早點澄清才行 這老頭子到底想幹嘛 當年的事情 我早已調查清酒 雨漾是個很好的孩子 那天 他差點被歹徒綁架 幸虧他既這勇敢 才從歹徒手裡 逃了出來 而且 那個歹徒他沒有死 漾的這種行為是叫 叫什麼來著 叫自衛傷人 在世道縣度內 都是無罪的 哎 瞧我這進行 對 是正當服務 行了行了 這件事 都怪我 沒跟你早上說清楚 不過呢 也算是 讓人看清了 用截人的真面目 你 你 出去 你們做什麼 別動 龍老爺的是我們錯了 我們也不知道江明軒 不 龍小姐是無辜的 這給 這位副小姐 你們要幹什麼 副尾 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嗎 江明軒你 我早就跟你說過了 如果你知道我身份 帶你去 放開 放開我 你 爺爺 對不起 明軒又給你添麻煩了 孩子 又是太懂事了 這原本就不是你的錯 就算是你的錯 你剩下一次又怎麼了 爺爺 我倫青 不至於 連自己的聰女都互不住 來 上台 我正式宣布 這就是我的聰女 龍與央 她不是殺人犯 她是個很善良的好孩子 也是我 所有財產的合法繼承人 誰不知道 雲城就一半的土地都是龍老爺 江映雪 就是以月龍門徹底翻身的呀 老頭子 還有個願望 就是 給我的寶貝孫女 找個孫女婿 我要是得到龍小姐的青睞 那我以後是不是在龍城可以橫著走了呀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那個樣子龍小姐會看上你 開什麼玩笑 副總 江映雪 你可真是好樣的 是你受診斷是 爺爺 我有件事想跟您說 爺爺年紀大了 所以我的希望 就是找個人 好好照顧你 讓你以後 開開心心的過日子 你不要多說了 這件事情 我要替你做主 不是的爺爺 其實 我跟副總 喂 什麼 好我知道了 我馬上就去 怎麼了 小姐他 有點發燒 我得去趟醫院爺爺 那你快去吧 有事情給爺爺打電話啊 快去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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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路不上眼睛 沒看到撞到人了嗎 對不起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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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可以給你陪醫藥費 行啊 你給我五十萬醫藥費就放過你 五十萬 小姐 小姐 你可以去醫院做全面檢查 如果您的身體有任何問題 我給你不付所有的醫藥費 但是你平發無故 讓我給你二十萬 這不可 你的意思是老子在額你錢 就算是老子額你 也是瞧得起你 小妞長得這麼漂亮 要是不肯給錢 賠老子一萬也行 幹什麼 你在叫我報警嗎 報警 我老舅就是警察局的 我倒要看看 你報警是抓我呢 還是抓你 你 走吧小妹 你放開我 跟老子放開我 快回去 放開我 放開我 父親看 哈哈 一個臭瘸子 怎麼 就你還想英雄救美呢 你是能下來打我一頓 還是什麼的 臭女人 你敢打我 打你怎麼了 我告訴你 我已經報警了 你最好聯繫一下 你那位警察局就 看完他會不會來救 你給我等著 陸警察 我知道 許晗呢 他又跑哪去了 怎麼辦 你也覺得我一個人不行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先跟你走吧 我是不是真的很沒有 我真不是這個意思 傅景春 但是你現在真的很不方便 你不要再給別人添麻煩了好嗎 你以後不要再一個人出來 知道 夫人 許晗 你跑哪去了 還不快走 副總 不是您讓我去找夫人了嗎 許晗 陪我走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總之 謝謝你 你永遠不用擔心 你總是 走吧 醫生還在等著我 現在孩子的情況不理想 我們會儘量採取化疗 我們會採取溫和的方式 化疗能治愈這個病 化疗只能緩解症狀 最好的方式 你們要生個孩子 好的醫生 我知道了 我們會建立的 我 你 一定要這樣做嗎 是 我一定要救小姐 姜雨萱 你為什麼會懷孕 你怎麼會有我的運檢報告啊 你是不是偷偷把藥給倒了 是又怎樣 傅景晨 我就知道你沒那麼容易妥協 說避孕藥是維生素 你以為我會相信你嗎 我不這麼說你會聽嗎 你總說我不妥協 可是你呢 你明明知道自己懷不了孕 還非要生這個孩子 萬一你不在了 你讓孩子怎麼辦 你讓我怎麼辦 傅景晨 你愛的人又不是我 你不要在這裏假行星的了 離婚協議我已經簽好了 就放在你的床頭 從今往後 我們再無瓜哥 你什麼意思 你要跟我離婚 你要跟我離婚 這不是你自己說的嗎 你說等我寄生一年之後 就跟傅威結婚 恭喜你啊 你終於能跟你的心愛之人在一起了 你從哪聽說的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 算了 我知道你愛的是他 如果我奉勸你一句 他不是什麼好人 你最好小心點 你給我站住 你今天如果踏出這根牌 我就 就怎樣 關著我 找人羞辱我 傅景晨 我已經不是當年的江映雪了 你動不了我的 江映雪 你非要這麼去吧 你不也一樣嗎 傅景晨 明明心裡愛著另一個女人 卻要跟我綁定婚姻 你不累嗎 夫人 你真的誤會傅總了 他根本不可能跟傅威小姐結婚的 他愛的人是您啊 徐涵 什麼時候連你都學會撒謊了 他愛的人是我 怎麼可能 傅總 我就是去把夫人追回來 算了 可是傅總 你把孟峰找過來吧 既然他不願意嫁給我 我就成全他們 傅景晨 誰叫 傅景晨你還是不是個男人 傅景晨 你要做什麼 我做什麼 你要不要問他做什麼 我已經搶掉了那麼多病 硬雪不能懷孕生孩子 他居然還敢讓硬雪懷孕 傅景晨就想再死孩子了是嗎 江硬雪跟你說了什麼 他還能說什麼 他當然是把孟朗朗朗在身上 你這樣 你居然還跟他陪你過來 認識他誰 傅醫生 傅景晨 你要再加把我對你不客氣了 傅景晨 我得對誰勝負 傅醫生 這事全是說我不對 我和你不 傅景晨 真是看錯人 我還以為你照顧去一輩子 沒想到後來 傅景晨你害了 傅總 這樣你來 你樓家的合作可能都會被迫停止 我們要不要做點什麼 憑慈就停止了 就能處理一下 去重新你一個離婚協議 不要動 是 傅景晨 你怎麼在這 爺爺身體不好 小姐的事情 他還不知道 別用下了 我知道 先給你看看吧 我重新寧了和女婚協議 我重新寧了和女婚協議 如果覺得沒問題就簽字 你要是覺得是好 我可以暫時給你 你要把父侍給 大陸子做到做這個嗎 我不要 不是給你 是給我們的孩子 小蓉 我 女婚身下海事後合同意機實行 怀孕期間女婚需要住在哪個家中 由咱方負責照 你解釋啊 這什麼意思 這是字面意思啊 需要我在解釋嗎 自己有家 不需要去哪裡住 而且傅威還在 不是想見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就签吧 江亦雪 你现在还不肯告诉龙老爷子 你是我的妻子 什么 做我傅景琛的妻子 很丢人吗 就因为我是个瘸子 所以你觉得 做我的妻子很丢人是吗 没有了许晗 我连保护你都做不到 那 不是的傅景琛 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 做我的妻子 因为你爱的人 根本就不是我 我同意签证的协议 但是我也不肯接 我们可以住在一起 但是互不干扰 你不可以强迫我做任何事情 可以了吧 你就接 什么叫互不干扰 就是我们只是同居关系 你可以找女朋友 你找我 怎么 你是准备住在我那 然后去找别的男人 你不同意就算了 你也可以给我等一封官司 也可以给我找更好的男人来照顾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什么 我 我当然会好好活下去 我还要 找我们两个孩子 我们的孩子 那我先去跟爷爷说一声 你还是确定选择警察吗 他确实算是年轻一辈中的巧处 可他是做龙椅的呀 咱们云城有那么多的青年裁军 你完全可以选择一个身体正常的呀 可是爷爷 我真的很爱他 只可惜 他爱的不是我 不过这个 就不要让爷爷知道了 他肯定会伤心的 唉 你们娘俩 过去住一阵吧 如果那天住的不开心了 马上给我回来 知道吗 就是去云城的人都把他 你也不怕 我知道了爷爷 那你也要照顾好身体 别让爷爷担心 你也要照顾主护我来送你去 我当然好好地看一看 许安 带小医生逛网我们这 留生不好的地方尽管提出来 我们必须 是 走吧 谢谢 不好意思 哥他比较担心我 有人担心是好事啊 你不愿意跟我道歉 我想吃 还不错 让人把我的行李搬到阴雪隔壁去吧 行李 你这辈子 哥 你搬过来不是干什么 我自己一个人没关系的 什么没关系啊 你之前坐到这边跑我就觉得不好 再几天啊你就怀孕了 丁雪啊 你现在身体不好 我必须要时时刻刻关注你的情况才行 你忘了 你上一次怀孕有多胸前了 可是 丁雪 沈医生说的有道理 就算他不搬过来 我以后也是要给你找一个家庭生 沈医生 那就麻烦你了 不用你说我也会很伤心的 你呀 真不知道让我说你什么好 哟 我现在家里怎么吃了呢 原来是姐姐搬回来 你怎么来了 我回来拿点东西 毕竟这里还算是我的家 你说对吧 锦诚哥 拿了东西就很安 你也清楚这也是 当然知道了 父家的养女 你的妹妹吗 姐姐 我还真羡慕你 有两个这么爱你的男人陪着你 你要干什么 姐姐你紧张什么 微微只不过是很羡慕你而已 从小到大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这么受人喜爱 福威 知道了 这就走 再来界限 你该不会是 怀孕了吧 英雪 莫京城 你快让福威走 他会害死我们的宝宝的 他只是来拿东西 拿完就走 他怎么会害宝宝呢 你 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 不是的 他真的会害死我们的宝宝 我给他什么好人 英雪 你怎么了 福威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算了 都过去了 你让他不要回来就好 好 我会跟他说的 英雪什么情况 应该就想再再再 再上一次 如果 再上一次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 再快这里 没有 我们只能关注他 好 好 夫人好 许晗 你怎么在这 傅景昌呢 你为什么没有跟着他 他要是出事了怎么办 傅景昌你在哪 夫人 别喊了 大老远就听见你在那边喊 那 我把你老公完整无趣的带回来了 我这不是怕你们照顾不好他吗 哦 对了哥 你们刚刚聊什么了呀 为什么连许晗都不带 我刚才 带沈医生出去转转 他说 多重点绿植 对孕妇身体好 对对对 就这么回事 奇奇怪怪的 哦 对了哥 明天爷爷叫我去公司 你送我吧 爷怎么 这个时候乱去公司 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我 对啊 因为我们的沈大医生要救死扶伤 哪有时间继承我们的公司呀 爷爷现在年纪大了 那只能我去了呗 对不起啊 英雪 让你替我承担这么多了 你说这些干嘛呀哥 我是龙家大小姐 而且 爷爷对我这么好 我这样做 也是应该的 但是 不知道 我还能做多久 英雪 你真的要把这个孩子 伤下来吗 趁着这个孩子 预分还不大 我们还可以把孩子打掉 如果你再说的话 你之前怎么跟我答应的 你现在为什么还要这样说 可是英雪 好了哥 你要再这样说的话 你就可以走了 小医生 就随他 傅景深 怎么连你也这样 我之前大意过大 我强不得他都认不是 而且 我们也不能剥夺他做母亲的权利 算了算了 皇上不急太剑急 我懒得管你们俩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就不要生气了 如果孩子 只到有一个这么好的舅舅和 爸爸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各位 从今天开始 我将代替龙青云先生 处理龙氏集团的一切事务 谢谢翔叔 没想到开个会这么累 看来 我做的还是有点不够 谁说的 我看你刚才倒是微狂的很啊 看来爷爷当初把公司留给你 是个很正确的决定 我也就放心了 行了 我还想过来给你撑撑场子 没想到你处理的这么好 我也能放心回院了 陆青泽 就你之前帮富士就不要生气成的 不用了 翔叔 附警车是附警车 我说 正好我今天晚上也没事 订下来 喂 副总 请问有什么事吗 龙大小姐 请问你今晚有时间吗 一起吃个晚饭 那我需要看一下 我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正好我今天晚上没有什么安排 你就在家等我吧 好 回家至于安全 好 知道了 拒绝了吧 翔叔 废车 我要回家 工作一天累了吧 快吃吃东西 对的都不错 코로나 最近在公司 事事惠惠 对的 cre ni sta ουμε 发现了 其实公司管理挺不容易的 原来 你以前要做那么多事 还挺厉害的 冰雪 你这是在夸我吗 我说什么 我就是觉得你真的挺厉害的 我做不到你这么好 你也很厉害啊 才工作第一天 就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好 不愧是龙家的大小姐 我自愧不如 我听说 你今晚打算跟顾星泽一起吃饭来着 想说告诉你的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住在一起 互不打扰 我确实这么说过 但是冰雪 顾星泽这个人心思极重 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给他走得太近了 行了 我吃饱了 冰雪 现在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 顾星泽这个人 够了 傅景臣 顾星泽是什么样的人 不用你来告诉我 我自己会判断 还有你 凭什么干涉我事 夫人 你误会傅总了 不是想说告诉我 是 今天的晚餐我本来吃得挺高兴的 以后不要再叫我吃碗饭了 我很棒 傅总 这 算了 跟他解释再多也没有 你去多派几个人保护好他 实际成这个案子 顾星泽不会判断感性的 是 这怎么了 不是说出馆晚餐了吗 我还特意晚点回来 会吵架了 没有 看来真是吵架 傅景臣 不是我说你 我妹的性格你还不懂吗 看来是真不懂 诶 等等 我妹该不会是你熟练吗 看来真是你熟练 我竟然怎么什么都不懂 我妹这种要强的性格 你就得顺着她的来 可是我已经处处顺着她了 她怎么还是不相信我 要不 你在她面前卖个仨 我怎么可能会买钱 那就跟我没关系了 谁的老婆谁去活 我去找我妹妹去喽 傅总 这下还好吧 你学来 拜一下 啊 你得拜拜吧 哎不是这样 你笑什么 你会帮我积啊 我会帮你积累些 明雪 我会找最好的医生帮你生产 一定会有事 明雪 你看着我呀 反正我的领带以后都要你来接 你知道吗 谁要挽你机灵带 我要上班去了 那我找雪涵送你吧 雪涵 雪涵 你跑哪去了 不是说你时刻刻都跟着他身边吗 以后要是再这样 小心会儿他扣你工资 那你路上小心一点 拿两分 知道 好好玩 本来也没吵架呀 对了 那个叫示弱 不叫买菜 能请到龙大小姐真不容易 今天一定是我的幸运 抱歉顾总 这几天刚接手公司 已经忙了 是吗 我怎么听说你最近和副总的关系走得很近 还有传言人说你那已经同居了 顾总 我认为 我们就一条公事 好 那我们就一条公事 我希望龙氏集团能把东城的开发项目给我们故事 请闻龙小姐一下 你不 抱歉 你认为故事 龙小姐 我们故事是诚心想跟你合作的 你连我们价格都不会影响 那好 一个月后 东城项目会招标 那就请顾总 携带您的诚意 准事了解 姜英雪 有点意思 怎么 顾总不会是真喜欢上他了吧 服务 你还不知道吗 我只喜欢能给我带来利益的女人 只要他能给我带来利益 不就会带他 还就发散了 那还真巧吧 我也只喜欢能给我带来利益的 姜英雪怀孕了 他身体不好 你不是一直想要东城的开发权吗 你说要是姜英雪 因为意外大树雪死了 那龙氏 还会在乎东城的开发权给谁吗 夫妻 姜英雪可是你的亲姐姐 你这么多 才是你第二不留情年 什么亲姐姐 我是富家的千金小姐 他一个臭司机的女儿 还真以为龙老爷子拽养他 就能飞上枝头了 姜英雪 我失去的 我早晚会躲回来 姜英雪有你这样的结晶 大家是你差迟难逃 姜英雪 姜英雪 你怎么了 是不是做梦了 我去这 梦见我们的孩子没有 师父未干 一定是他干 放心 我们孩子还好 我也出去了 真的吗 可是我 我真的好害怕 我怕心 我不要怕我怕 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最近接连几天都在做梦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最后最好还是不要是令人 但我自修我现在不得网上再说吧 丁雪 我没可能就在门口 还要害死我们的孩子 许晗 你去看看 是 丁雪 放心 我才没事 河总 整个变书都找遍了 没有看到福尉小姐 不可能 他肯定坐在某个角落 你们不要被他骗了 他骗人很厉害的 陈景晨 你让他走 好 我这就跟他走 好 好 精神状态这么不好 后天的招票会 要不让你哥带进去吧 不行 招票会 我准备了很久 我一定要去的 好 福尉小姐 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了 夫人定位有大碍 我再这么做 我就忘了 服役了 那你儿子的命不是了 还问你哥们 签了这么好 那你拿钱 他可能也给你 不要不要 福尉小姐 你帮帮我们吧 想要拿钱 你就乖乖按照我说的做 好 好 只要你给钱 我什么都做 好 做个事情 怎么这么忙我造造的 这水是给夫人的吗 是 我现在就过去 去必须 等会儿招标会我也会去 你有什么不舒服 就尽快提出来 千万别逞强 知道了 真的好 宁雪 不要任性 哦 我知道了 招标会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我不会让他出车 说的是你 算了 反正到时候 别离开我的事情 好 像我面试 遇见了 白礼 isin 你 我 你 如果你 你 你 你再回来水杯里放了什么 知道了让他好好工作大家的身处也好 怎么了 没事 要不要会的事 这话不应该问我 也要问你吧 我走 副迟和故事都想要动场的开发权 我跟你先说好吗 我是绝对不会绝词的 原来 我说你不放心 我可没这么说 放心吧 我不愿意 龙大小姐 你怎么跟副总一起过来了 早就听说你们关系匪浅 难不是这东城的招标会已经内定给他了 顾总 我们龙氏集团的招标会向来公平公正 绝对不会选思 龙大小姐 我希望您说到做到 作为您的追求者之一 要是让我看到您跟这个瘸子在一起 我可是会很伤心的 你 那我就先进去了 副总 我知道您腿脚不好 别着急 慢慢来 顾兴泽 我们用い 我 我们 我们 拿下 就 我们拿下 就在 我们拿下 到 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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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出 局 比如说 我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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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子不三不四人 给我滚出去 是 两位 请吧 他先龙大小姐听我出道了 你别误会 不是因为 我想让我们家招联会的精神 我跟着他 小姐 招联会马上开始了 你要去准备一下吗 开始了啊你 没事 好一个人能行 行 不然我进去警惕了 你快点回来 你要有声声 你先找他们 好 喂 这让学走了 这才会看你 谢谢 我终于等到你了 喂 你死最长 你要干什么 喂 你怎么在这儿 你要干什么 姐姐 你还真是不要脸啊 你明知道景神哥爱着我 你居然还爬上他的窗 跟他生孩子 我没有 我没有 你还狡辩 江英雪 你就是个不厌恋的小三 如果没有你 景神哥早就跟我结婚 我早就成为父太太了 不是 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破坏你们的感情 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幸福 你胡说 江英雪 难道你忘了吗 傅锦诚当年害死你的母亲 就这样你还能和他在一起 你自己说 你是不是个贱 是游雪对不起你 江英雪 你害得我和父亲是不能在一起 害死了妈妈 还害死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没有 还说没有 你自己看看 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江英雪 让你抢我的东西 我要让你不得好死 我已经查清了 是夫人小姐派人在夫人茶凌中下的药 是医生说是精神的人药 这种药 是医生说是精神的人药 轻则了 让人负负责死者 说 我走了 你学会一些事 不得好 这庄章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您现在离开 这还是不好的 那也没关系 傅警察 难道是有些惹事的事 你又有什么关系 给我滚 傅总可真行 傅总 这脾气可真大 不让面对记者 您说我还不是太 听说您跟龙氏的大小姐是夫妻关系 请问这次招标会是否存在内部交易呢 不好意思 我们暂时不方便回答这些问题 有传言说龙大小姐插作您与未婚妻傅文小姐 这才成为您的妻子 您承认这件事 公公闭嘴 公公闭嘴 龙氏与富氏集团从来不存在什么利益关系 许晗 谁敢多问一句话 立马发律师汉 各位 请回吧 还有 江应雪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 从来不是什么小三 你们谁敢再污蔑她 我一定会放过她 我们走 是 父亲今天太晚了 找不到 副总 找到了 大小姐半小之前洗澡前走的 你 我 我不是你看好她吗 对不起副总是属下失职 行了半小时她也走回 快去叫她 是 父亲说的对 都是我的错 全都怪我 要不是我爱上了傅景晨 阿宝也不会死 阿宝也不会死 阿宝 阿宝 妈妈对不起 妈妈这叫来陪你 小心 龙大小姐 你怎么还哭呢 想让你伤心我跟难过她 我自己 小雨雪 在做什么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让你不要和她在一起 清澄 我 副总 你这么说有点蛮不讲理了吧 刚刚要不是我 龙大小姐此时又已经出了车祸了 照理说 你应该向我道谢才是啊 车祸 副总 谢谢你啊 刚刚救了我一命 你谢她做什么 顾星泽 你不就是想要东城的开发权吗 用这种手段 你不觉得太吓死了 副总 啊 要是这么说是有点过分了 照理说 你应该向我道谢才是啊 傅锦辰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顾星泽是我的救命恩人 傅锦辰 我爱的人是谁你不知道吗 傅锦辰 我不管你爱的是谁 你现在是我傅锦辰的妻子 跟我回家 放开 傅锦辰 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江恩雪了 我是龙家大小姐 没有权力困着我 说得好 龙大小姐这是令人钦佩 副总 傅锦辰 奥姆说这次真得有结果 我再最后说一次 你搬回家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去吧 走 你没事就好 这怎么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走 从今天开始 我要搬回家去 江雨雪 江雨雪 不要忍心 顾星泽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回来什么 想带着你感觉 我现在先带你 对 给你换下了什么 副总 这一切跟顾星泽肯定脱不了干系 您要不要再跟夫人解释一下 何必再去解释她 从来不会相信 可是您真的为夫人做了很多 那又怎么样 咱们心里也不真提 这片空地没必要再派人看着 这么大的空地上找一枚小小的戒指 使我不自量力了 走 走吧 真的 哥你别说了 不紧身是什么 比你紧身 不行 我不同意你做 哥 所以你也去 又许啊 你现在精神状况很不稳定 你待在这儿 有我跟景深照顾你 你会好很多 我不需要 沈渊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是个神经病吗 又许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能不能听哥这意思 不要 不能 傅景川 你在这也好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 从此成功 在我 我 我 你以为她难过 她说都是气话 我回去去办什么 不用了 麻烦你陪她一起回去吧 她一个人回去我 不是你真的要跟她离婚啊 我做做 不是你真的舍得吗 舍不得又能怎么样 爱情又强 就不赖 如果这样能让她过得更快乐的话 肯定会发生 你这又是何必呢 你等着 我去把你去看看 好 你是不是 你怎么办 你怎么却没说 你真的是负贴父亲全都是 你告诉我 你都会教她 我们现在 控制她居住她 你这是为什么说什么勉敢 听我差点死过 哥 你说我的 这二老不应该做把它给撐了 而且他愛的人可能就不瘦 是屁外的 這群真是壞的了 你為什麼覺得他沒有生意了 還要問嗎 通常他在學畢業 就著急要跟佛偉頂魂 而且佛偉自己也輸 景深最愛的 我相信佛景全 也不相信我 人家先從未來的發生 我 大姐 不然是重新召開做開會的事情 你今天算太好了 石頭 楊玉你到底有這個狀況 你在那裡行嗎 那五次你對九神魔鬼 差點出去我死了 來賺多了 洗死我 這次肯定不會了 你洗死我 讓一下清醒九神酒精 但他也是沒有可革 哦 既然不可革 那北人滾還用 我早知道有人想來你的醫院 而且對方來的很好 但是為什麼不敢 沒事 有什麼事 明雪 你說你不要給說 他這兩位人 那你早知道 他從來都只是想說 你說我不是相信你 看到我這時間的 但那個 我和 明雪 給他一個心 吧 你還一次 留下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总还说 您记得暗示吃药了 这里有详书关门的 一切都好 还有 一定是谁不称赞 他不是什么好人 许晗 把手机给他吧 不然 副总不在我这儿 你别骗我了 我知道他就在你身边 喂 林轩 副警轩 我知道你不说什么 我去就走 副警轩 我们团团吧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听我哥的 不应该算你不为的话 副警轩 只要你说你爱我 毕业 副警轩 我知道你可能并不想听 但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 警轩 副警轩真的很爱你 你说什么 你瞧什么 你瞧什么 这两个内话 哥 我的心情你也知道 我不想再多爱他了 如果 我真的有什么不错 这可能我还是没想起来 你这么做 还没想起来 我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我先过我了 你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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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后点 明会就要亲我小说 我给你个事 我就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怎麼這麼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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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吧 這次肯定不回了 太好了 這是夫人一直想看的情況 夫人要就知道了 你真的太高興了 嗯 快去找你了 好了 太高興 喂 姐姐 你這麼高興 你怎麼去哪兒啊 你怎麼見了呢 夫人 姐姐 你這麼高興 你怎麼去哪兒啊 你別忘了 你怎麼叫我 你就叫我叫我 你叫我 你叫我 看來這附近 有誰會叫你 張雨萱 你們會以自己的名字 就在這街頭了 真是可笑 你們不是那個司機的女兒 你永遠不能獲得信我 你問我你胡說 내話 我跟你說 你跟我都在家裡 我快跑你了 我豈有我豈有 我想點吃車車 好 头长那个脸大了 真可惜 副总 不知道可能有什么急事搭车了 要不要抬发问一下 打电话 是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还想问你呢 他没来 不可能啊 他早就走了 三个小时前就走了 我看着他走了 不是有乡书 乡书今天要去东西安排找标会 我给忘了 副总 夫人没有接电话 所有人都去找他 快 是 我让龙家在这儿去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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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威 郭星泽 你们两个居然是一伙的 现在才知道 未免太晚了些 我说过 让你不得好死 傅威 你要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样 是犯法的 是要怎么样 我只要你死 傅威 你害死了爸爸 又害得傅景晨失去了双腿 你现在还要害死我 你内心难道一点都不愧疚吗 愧疚 我为什么要愧疚 从小到大 家里明明有两个女儿 可最好的爸爸永远先给你 那是因为你每次都先拿到最好的 爸爸他心疼我 所以才偶尔给我一些最好的 你不要再狡辩了 傅威 傅景晨呢 他对你那么好 把你当做亲妹妹对待 你为什么要这样推他 亲妹 谁要当他亲妹 我要做的是傅台 但是你出现了 明明我才是和他一起长大的 可他总是关心你的更多 他的视线永远停留在你的身上 他爱着你 你说什么 他爱的是我 江云雪 你很得意吧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不知道 可即便他爱着你又怎么样 那天我灌醉了他 那天我灌醉了他 故意安排了一场戏 等他看到我的过日身子 从床上起来 你觉得他会做什么 他答应跟我订婚了 他说他绝对会对我负责 其实天知道 那天其实是我和顾星泽在一起上的时候 这个傻子 还真以为自己酒后乱性呢 我问你怎么敢骗他 我骗他又怎么样 我小时候还告诉他们说 是你故意把我推下山 我的好姐姐呀 你为什么不练解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说 是我把你推下山 而你 却救了傅景春你 哪里 江一雪 你居然敢撞我 这个不确定 结果现在就收手 收手 我为什么要收手 江一雪 我最讨认你这个样子 明天自己要死到临头了 还在是装好人 整理我恶心 好了 福恩 去附家看看吧 别让傅景春去玩 翘英雪 就等死吧你 江一雪 我可以给你的机会 你如果答应我个体好见你 就放了 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把你龙世纪他所有的股份都转让给你 我就放了 我陪你 顾星泽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就算我嫁给你 也会想方设法弄死我 扯到我们的龙家 龙大小姐真聪明 江一雪我告诉你 我顾星泽给你开出个条件 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 有个反抗 不要疼啊 放开我 放开我 怕我的代价 救命啊 叫啊 叫得越大声我就越兴奋 看到谁来救你 救命啊 陆青泽 救命啊 英雪 别怕 你怎么回来了 英雪快走 让我们一起走 不行 他快快就会追上来的 你带着我也走不了多远的 你先走 不行我们要一起走 陆雪 下场医院里的小情 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 千万不能有事 你放心 雪孩会来救我们的 而且救援队也快来了 好吧 要不要救援 我马上就回来 快走 哈 哈 我没事 把他真厉害 这都让你逃出来了 江晕雪 我要你死 嗯 厨小姐别让我为难 嗯 夫人你没事吧 许晗你怎么在这儿 住警车呢 副总让我们来保护你 他还在废屋那边 你怎么把他一个人放在废墟那儿 他还出事了怎么办 夫人你先冷静点 顾兴泽刚才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旧约队也马上来了 副总会没事的 那也不行 我要去看看 夫人 想不到你一个瘸子 力气还挺大 谁发 全自首 很瘦 夫人 我早就看不出 你这高高在上的样子 装什么呀 上次车祸都弄不死你 真是你大 不觉得 其实你做的这些事 我早就知道 那又如何 我已经知道了 你的弱点 就是这样 顾兴泽 我劝你最好不要懂他 要不然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弄死我 你不懂 我可以 先给我下定位吧 也回事了 搞什么事 都怪你 我不是说你走吗 你怎么突然坏了 你怎么突然坏了 你不要碧我 我 怎么 不然就会不会这样 你这样讲 你这样说 当真你可不许后悔啊 我原来都不会后悔的 没事吧 你为什么我现在就这样了 小高 我们今天那套车货 原来是后来和郭先生的共同事吧 他们做这一切的事情 就是为了让我们早上开办的 让我们工作复始的才是 这是我才没心跳的 是啊 我几夫为这辈子都不会知道 什么叫情情情 不然爱情啊 老师 是 那小头 不听不听 咱们都给我回来 好吧 欢迎再回来吧 把一张事件两期的遗伤 我们的逻辑全力成功后颜学党 呃 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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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估计 真是 他怎么回来 他一定会阵述 多年呢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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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3 3 4 4 5 5 6 7 7 8 9 9 10 9 9 10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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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10 9 9 10 10 你扔一下伯伯和伯伯相见 做了五岁的洗脑 结果是 合适 大老师 现在日前都好吗 小心又不掉了 干什么都这么高兴啊 大医生 谢谢你 这次我们一直也肯定 我过来的第一次来看看 第二次 什么次 一年起来我来的学术 是不叫 病人会来统讯我 因此还给我 还给我帮个人来的 听说你一定是在找这美妃子 是什么吗 上面还看着你的名字吗 是我的家家 满意了 下定位 不客气 你去 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